- 別選一些會讓我選不出的東西 如果一個男生拿著這束花跟你求婚是怎樣的 不要啦 - 她怎麼樣? 這段不要出 - 哀呀! 哀呀! - 哀呀! 不出得咀呀! - 不出得咀呀! 當然這矽子還有一個記憶 如果你開心的話 每天都是情人節吧 Hello,我是Jessie Hello,我是Joyce 請問想不想再有心思一點呢? 我和Jessie就上網買了這隻花 是可以織的 今次就讓我們心靈受效這樣挑戰一下 其實它有很多花可以選擇 我們選了玫瑰花 我們買完之後 賣家有傳一條片給我們 我們跟著來學習的 它的材料有些甚麼呢? 最重要當然是有棉線 棉線都有很多種色 我們可以織不同顏色的花 有淺黃色、白色、粉紅色、梅紅色、橙色 以及最重要是積葉的綠色 另外還有針 針就是織花瓣、積葉最重要的工具 另外有一些做技號的扣 我們準備了一些熱溶膠和熱溶膠窗 到最後就可以拼齊一朵完整的玫瑰花 所以我們今天就做了一些分工 希望不會攪和最後這一朵花 我負責織這個花瓣 Joyce就職業 職業 希望到最後我們可以成功做到 小一至兩朵 好 希望不要那麼複雜 Let's go 首先是花瓣 我現在先開針 在繩的尾部繞一圈 在中間的位置拉出下面條線 變成一個新圈 穿入枝針 不用拉太緊 開完針後就開始第一行 用針勾一圈 拖出一個短針 第一行的話就要做51圈 可以用中指和手指借力 控制著慢慢勾長的第一行 職業的部分 首先打一個生結線 接著上針 做11下的編子針 如果一個男生拿著這朵花 跟你求婚你會怎樣 沒有啦 我覺得他應該把這些時間做工作 不是啦 我覺得很開心為一個男生 為我職業一朵花 一朵就好 一朵就好 你現在知道有多難 對 看到我縮著我的肩膀 不是啦 這個可以訓練你的耐性 你平常都沒有耐性 我呀 對呀 我沒有耐性? 我呀 我做這些沒有耐性 你看你 馬上是想放棄的 其實呢 不要太我葉子那麼小 他也很懶 真的沒有人說你 你 你做什麼 然後呢 他就教我用一個扣 扣在第51圈的位置 是方便開始第二行的寄影 再繞多三圈之後 就可以開始第二行的中長針勾法 你有沒有一個很難忘的情人節 我每次都沒有吵架 你講真的嗎 對呀 一節日就會 吵架 是 是嗎 很可愛 還有什麼魔咒 對 而且吃過的東西都會側臉 所以自此之後就沒有再 情人節特意出去吃西餐 都會吃中菜 真的嗎 你知道嗎 我曾經有一次情人節 很瘋 是嗎 話說那一年剛好是 用祖兒的演唱會 然後呢 我買了票 我打算跟阿姨去 即是跟家人去看 本身 後來我突然醒覺是情人節 然後就沒有跟家人去看 跟了男朋友去吃飯 我想起我覺得很後悔 為什麼我不會去看肉類的演唱會 那那個男朋友 當然不是 OK 已經不是在這裡了 織完邊子針 就繞線做一個引拔針 然後上記號扣 我們再繞線拖出 做一個短針 然後做一個中長針 繞線再在外半針 在三個線圈一次過把線拖出來 再來四個長針 沒錯 你看到我隻食指已經控制不到自己 原來真的有點難度 不過看片子學都算是這樣的 然後就做中長針 短針 最後再勾一針引拔針 半邊葉就完成了 另外一邊就重複 好 即是如果去送這一集你會很開心 我覺得很開心 即是如果求婚的時候拿著這一集 你行不行 如果是很大集全部 你行不行 如果很大集全部真是紅色 我覺得也是一件好事 你可以放很久 即是 你是一個記憶 當然這隻戒指也是一個記憶 在情人節求婚 你會不會覺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也是 其實它什麼時候求婚也是一個很浪漫的事 即是其實重點是求婚 也不在意是什麼 如果你開心的話 每天都是情人節 去到第三行 都是離不開勾針矯線 長針 引拔針 和空一針 去做花瓣邊半圓的高低形狀 去做花瓣邊半圓的高低形狀 我們搞定了 現在嘗試組裝下面的花勁和葉 千辛萬歡迎我們終於完成了兩刀 你覺得有什麼感受 完成了這一次的織花之後 是不是暈了 我感覺到它的暈 說不出話了 我記得有一個方法 其實大家織的時候 都可以塗手霜 對 一直織的時候 一邊塗你最喜歡的手霜 那整支花就在那種味道了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都可以嘗試做這個小手作 哄一下自己 哄一下身邊的人開心 我們下次再學到什麼 分享給大家 下次見 拜拜 拜拜